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礼拜一 2018年的5月14号 距离520只剩5天的时间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 就职即将满两周年的总统蔡英文女士 来到节目现场 在8点就要跟我们谈一谈 她两年执政有什么样的心得 在这两年当中台湾发生了哪些事情 而她个人评比跟过去的总统 以及2016年的520之前的台湾 有什么不一样 在各种不同的民调当中 对她有非常多严厉的检验 而所面临的很多的政治议题 她又怎么样来处理 身为一位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的女性的总统 强敌环是内幼外患 她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变动 怎么样调适的 等一下呢 都欢迎大家现场 我们在直播 有脸书的直播 而且有我们合作的这个channel直播 同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收音机上 当然可以听到我们她的专访 此外呢 我们在网络上面 您只要打口口早餐的网络 以及台北之音 HeadFM联播网的直播的频道 都可以看到 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 长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今天呢 礼拜一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当然仍然要快快乐乐的 在美食的经营当中 来看到台湾每一个角落里面 很多人都兢兢业业的 他们对于工作的勤奋 对于他们的这个角色的敬业 其实不亚于一个总统 而且中华民国的每一个角落里的人民 才集结了总统领导力 对于台湾的正面的影响 今天我们在七点半到八点 要赠送各位花好纵夏礼盒哦 这是点华这个饭店所提供的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 点华幸福机构的行销经理 林一杰以及行销企划何一云 他们两位呢 要告诉各位的是 他们怎么样用创新的手法 推出这个有品牌价值 跟品牌特色的种子 因为端午节快要到了 在端午节的前夕 我们赠送给听众朋友礼物哦 等一下我们要提供的礼物的 索取的简讯电话号码 您现在可以记起来是 0976-518-518 0976-518-518 当然你要这个写 这个简讯进来 我们的制作人 这个陶小姐应该会有通关密语 希望大家能够来答复的 好今天呢是 我看今天他应该是农历市 农历市三月还是四月 应该是四月吧 应该不是了三月了 那三月二十九号 如果是四月的话 离这个种子节也太近了吧 对三月二十九号 明天是四月的初一 所以我们的今年的端午节是在 端午节是在六月十八号啊 天哪端午节还是礼拜一 各位又可以有连续的假期了 好这个是迎接端午节 等一下我们有端午节的花 好纵下礼和送给大家哦 当然等一会儿 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 请电话的两位 这个相关的人士 帮各位做好好的介绍 今天有非常多的政治议题 政治新闻呢 其实国际之间 也有非常多的大事 比方说马来西亚的政权的翻转 而马来西亚的马哈迪总理 已经就职了他今年九十二岁 这个对于 这个想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从银法族又回到政坛的 很多人来讲充满了鼓励 所以蛮多人认为马英九啊 连战啊 宋楚瑜啊 这个这些人呢 应该不要这个太过于消极 可以重新重整旗鼓 说不定他们还可以选总统 甚至于连英航 我的朋友当中都有人说 李总统可以选总统了 可是李总统已经九十六岁耶 好那马哈迪说 他当两年的总统之后呢 他就要 这个总理啊 这个之后呢 他就要交棒给安华 而安华过去是他的政敌 安华这位前任的 马来西亚的 这个非常知名的政治人物啊 他还曾经 是这个 马哈迪的搭档 后来却 这个入狱啊 这个他的罪名是非常不堪的 这个大家如果记得新闻报道的话 他的罪名是因为刚交 那他现在他已经出狱被特色 他的夫人即将啊 这个马上就出任了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副总理 马来西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政情啊 的发展如何 我们啊 在本周的节目当中会安排给各位做讨论啊 洪耀南先生呢 在放言这个媒体上面呢 也写了篇文章 我们今天会给各位看出 同时呢 在国际之间受瞩目的是六月 到底是几号 这个是 川普跟金正恩会见面 川普跟金正恩的见面 他所带动的国际的大和解 以及东北亚局势的最新的变化 会怎么样冲击台湾海峡的两岸之间 而两岸之间的领导人又怎么看待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台湾跟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有如何的变化 这一点恐怕也是各位所关心的 当然蔡英文总统责无旁贷 他必须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领导的方向 这也是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必然可能不能回避 也会直接给各位答案的一次机会 所以等一会八点到九点的专访 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在国际局势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发展 中国大陆的晶片半导体的中心公司 他被美国强力的制裁 而美国用什么样的态度 或是用什么样的分析来看待 中国经济力的威胁 在这个同时 台湾怎么样走出低薪 走出经济迟滞 以及很可能的台币贬值之后 又造成的一个进口物价的上涨 今天蔡英文总统 他所指派的这位格魁赖清德 他就要举行连番的记者会 对于低薪少子化 跟这个新的移民政策将要提出对策 这些对策在未来的两年当中 会有任何新的发展 会造成积极的台湾的经济上的荣谨吗 想必这也是赖清德院长 所接受的很重要的挑战 当然更重要的是 在昨天我们看到 管中敏的是不是试任台大校长的案子 台大的校务会议做出决定 他们不重选校长 希望教育部能够立刻聘任管中敏 但是教育部说 他们驳回 希望台大重新临选的立场不变 这样的一个僵局 昨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戏剧学的发展 那就是前副总统李秀莲 跟前院长张善政联合发表声明 他们发表声明 是说教育部要赶快的来聘任管中敏 前副总统李秀莲知不知道法律上的见解 以及法律的规定是如何 这是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在接受我们询问的时候做的回答 但是张善政个人是不是有角色跟资格对于这件事情发言 这是令人觉得值得讨论的 因为张善政目前他也是台湾大哥大跟财团当中的一位董事 同时他还是台湾大哥大基金会的董事长 张善政跟台湾大哥大跟管中敏是利益冲突的角色 以张善政是台湾大哥大基金会董事长 同时也是富邦集团旗下的一支企业在台湾大哥大里面的董事的代表人 也就是法定的代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适合发表声明吗 难道他不知道他要回避吗 他如此的彰显自己的不回避 而且也不忌讳他跟台湾大哥大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令人错愕的 这个台湾大哥大的董事张善政先生 在台湾大哥大里面的角色是福祉投资的法定的代表人 而福祉这个幸福的福祉意的投资 他的董事长就是欧美慧 他是蔡明星 也就是台湾大哥大的副董事长的太太 那其中呢 还包括非常多的人 这里面的人士呢 跟蔡家都有关 福祉投资呢 他的董事有一位叫蔡明文 一位叫蔡明纯 监察人叫蔡陈爱玲 所以所有的人都跟蔡家有关 那张善政代表的是福祉 而福祉的投资人都是蔡家的人 张善政公然的 毫不避嫌的支持台湾大哥大的读董 前任的读董管忠敏 出任台大校长 这是不是政治力的介入呢 到了晚间 管忠敏他发布了一篇声明 有人说这是政治施压 他说蔡总统在520之前 要弥凭台大没有校长的风暴 否则他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 将会有不可承受之重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直指蔡英文总统 这个是不是邀请政治力介入 时已至此 那蔡英文总统今天所面对的这种指控 或者是这种呼吁 几乎已经到了威胁的地步 这个对也是台大校友的蔡英文总统而言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些都是政治发展的现实 而政治发展的现实当中 最现实最现实的 让柯文哲终于看到自己不是无敌铁金刚的 那就是今天的中国时报 有一篇民调 这个民调显示出中国时报的望中集团 已经抛弃了对柯文哲的想象 柯文哲他在绿色和平电台 他是道歉 而且道歉道得非常的突兀 道歉的最后还说他支持蔡英文总统 2020年选总统 他认为蔡英文总统2020年会当选 原因不是因为蔡英文比较优秀 是因为国民党比较烂 那此话一出 据说望中集团就立刻询问台北市政府 而柯文哲市长在三个小时 望中集团发布了三篇电子报 及时的对于他的抨击 认为柯文哲杀了柯P 以及柯文哲是民进党的傀儡 还有他已经不能够超越蓝绿 之后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 提出修正稿 澄清说他道歉 是对听到两岸一家亲的人不开心而道歉 他的基本论调没有改变 但是这个样子却没有办法 弥平望中集团所代表的深蓝的势力 对柯文哲的反感 柯文哲今天在中国时报的这一天 这个是民调当中所显示出来的 说这个民调说柯文哲不仅输了丁守中 而赖庆德也输丁守中 当然这一家报纸曾经在民调当中说 苏贞昌输给侯友宜有20个百分点 但是不管怎样 现在很多的民调在机构上 它是一个编辑政策的这个改变 跟编辑政策的宣誓 从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民调显示出 柯文哲一路以来投机取巧 想要靠着跨越蓝绿 以及对是非不明的方式 靠着望中集团来拉拢蓝营的策略 显然已经被打成垃圾 已经完全失败 马上回来吃喝玩乐有学问 靠着